歡迎回來就帶您看到美國運輸部長布塔朱吉 昨天在國際民航組織年會上就呼籲了 應該讓台灣有意義的參與國際民航組織I care 那麼國際民航組織27號在加拿大召開第41屆年會 但是台灣今年還是無法受邀與會 美國運輸部長就在大會中表達了 美方對台灣是參與國際組織的支持 他說像台灣這樣管理重要空域的地方 應該有機會參與國際民航組織 那麼其實台灣曾經在2013年的時候 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出席國際民航組織 每三年舉行一次的年會 但是過去兩屆台灣都不曾再獲邀與會